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经济再次陷入了通缩的阴霾中 这个话题无疑备受关注 今天我们将深入解析导致中国通缩的根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并直指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与无能 事实上 产能过剩困扰中国经济已经十多年了 2024年第一季度 中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73.6% 创下历史新低 钢铁 水泥 平板玻璃 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更是在50%左右徘徊 以钢铁行业为例 截至2023年底 中国粗钢产能达到了15.2亿吨 但实际产量却只有11.6亿吨 严重产能过剩达到了3.6亿吨 即便如此 2023年钢铁行业净利润同比下滑38% 很多龙头企业如宝钢 和钢等的利润率更是跌破1%的临界线 水泥行业的情况也毫不逊色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2023年全国累计新增熟料产能2100万吨 但水泥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高达61% 有业内人士喜称 中国的水泥产能足以每三年重建一个巴拿马运河 更为讽刺的是 在产能过剩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还在不遗余力地新建产线 扩大产能 以河北省为例 作为中国的钢铁大省 2023年前三季度钢铁产量同比仅增长3.2% 但新增粗钢产能却高达1200万吨 远超行业需求增长 而在广东东莞 尽管当地已经累计过剩水泥产能超过1亿吨 但2023年却还新增600万吨的新产线 一位业内人士无奈地表示 东莞的水泥厂多到连政府都数不清了 但大家还在疯狂扩能 产能过剩的后果就是激烈的价格战 2023年 国内钢铁市场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价格战 建筑钢材价格在半年内下跌34% 很多中小钢铁企业几乎是在亏本经营 就为了能够维持一线生机 而大企业为了保住市场份额 也不得不压低价格 最终每个人都血本无归 水泥行业的价格战则更加激烈 2023年 广东梅州和汕头等地区的水泥市场价格 一度跌破200元每吨的成本线 很多企业被迫停产歇业 毫无疑问 产能过剩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利润率下滑 企业亏损 工人残源的根源所在 而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则是失职与无能的最佳代表 回顾过去十年 中央政府不仅没有采取有利的产业政策来限制过剩产能 反而在一些关键领域大力鼓励新增产能 以钢铁业为例 2014年中央曾要求钢铁业要做大做强 结果是什么 从2014年到2023年 中国钢铁产能增加了近3亿吨 增幅超过25% 水泥行业的状况同样触目惊心 2016年到2022年间 全国水泥产能增加了3亿吨 增幅超过15% 然而与此同时 房地产行业却陷入了严重的衰退 水泥的实际需求远远未能跟上 盲目的扩张产能已经成为一种恶性的路径依赖 地方政府和企业唯恐落后于人 都在争相新建项目以创造所谓的GDP增长 谁也顾不上去研究市场需求了 更不用说审视产能利用率了 统计数据显示 即便在2022年中国经济遭受重创 大部分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徘徊在65%的低水平时 全国工业投资额仍然同比增长24% 有分析人士尖锐地指出 这就是在给产能过剩续命 是在送死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我们期盼中央政府能够痛顶思痛 采取决绝的措施来遏制过剩产能 去产能 出清落后产能 然而 令人失望的是 截至2024年4月 连续7个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中 都没有提及去产能的决心 相反 会议仍然重申 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老生常谈 更有专家戏称 中国制造业的前景就是一步行走的产能 该片讲述了一个疯狂扩张产能 最终步入死胡同的离奇故事 讽刺的是 这段曲折的经历似乎正是中国制造业的写照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媒体人 我必须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央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的无能和失职 他们在2008年启动大规模投资后 本应在2012年左右审时夺势 及时收手并驻守去产能 然而直到2023年 产能过剩的问题不仅没有疏解 反而进一步恶化 彭扶中央政府是产能过剩如无物 只要借助信贷宽松和基建投资 就能永远维持高增长的神话 殊不知这样做只会让泡沫愈吹愈大 最终将会葬送整个经济 正如彭博社于2024年初撰文所说 中国当局试图复制2008年刺激经济的老把戏 但已经行不通了 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 不是投资就能解决的 中国可能会因此陷入长期的智障困局 有评论人士更是指出 中国权贵们高喊稳增长保就业的口号 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而已 他们宁可让制造业陷入漩涡 也不愿正式痛楚 采取果断的结构性改革 这种短视和自私的做法 注定会让整个中国经济付出沉重的代价 权威机构IMF在2024年初也对中国经济前景发出严厉警告 如果不彻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经济将步入日本20年前的后尘陷入长期智障 而这样一来 中国人均GDP甚至可能在2030年前被印度反超 遗憾的是 这些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建议 在中国的官老爷们眼里或许就是无稽之谈 他们自有一套逻辑和算计 根本无视民间的呼声 要真正解决产能过剩 势必要让一些行业和企业先死后活 经历暂时的重创和动荡 但这显然有备于中央决策层的利益考量 所以迟迟不作为 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极度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 很多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数据都存在严重的水分 产能过剩的实际程度 很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 究竟有多少僵尸企业在勉强运转 又有多少拥有庞大产能 但从未投产的豆腐渣工程 所有这些数字都被权贵们手中掌控 与外界隔绝 正如经济学家宋清辉于近日发表的评论所言 中国经济可谓病入膏肓 顾及累累 但当局却视而不见 迟迟不做手术 恐怕将会留下无法弥补的伤害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 我由衷地表示担忧 如果不立即刹车并彻底去产能 制造业将陷入无休止的囚徒困境 最终可能撕裂整个实体经济 那样的话 中国不只是一只被过度惯常的大熊猫 从表面看似威武雄伟 但内力却是产能过剩 资不抵债 效率低下的祸根 我们呼吁中央政府切莫在等待观望 而要果断拿出魄力 痛下决心 重拳出击 才能避免经济陷入更加危机的深渊 这将是一段艰难的历程 需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但只有这样才是唯一出路 换言之 如果现在不下狠手 十年后的制造业 大概率会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覆辙 甚至会更加癫狂和失序 到那个时候 再想弥补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代价 所以我们既往中央政府能够审视 多事 坚定决心 尽快出台切实可行的去产能政策 对那些强行新建 重复建设的企业和地方政府 一应严厉问责 避免善恶不分 唯有如此 中国制造业才有望摆脱通缩困境 转为维安 重新焕发生机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另外 本频道已经开通了会员服务 成为会员的朋友 可以率先了解本频道最新的节目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本频道的VIP会员 我是Buzz 下期节目再见